到那個二十九夜的地方 我們今天要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兩點的距離公視 我們先回到國中 先從國中開始 這樣好不好 確保每個同學都能夠很順利的行接這樣 我們國中的時候就學過什麼東西呢 直角坐標平面 對啦 譬如說這裡有一個P點 這裡有一個Q點 PQ兩點 那距離要怎麼算呢 我想想看喔 P點我們給他的座標假設叫做 S1 Y1 寫上去啊 好寫在標準上 然後Q點的座標叫做 S2 Y2 OK 同學這兩點間的距離怎麼辦 國中老師怎麼叫 不是我要回到最原始 他的原始概念到底是什麼 我不是要問你最後那個公視的什麼叫 我是問你他最原始的想法是 怎麼建構出來 畫一個什麼東西 畫一個三角形 而且是什麼三角形 對 直角三角形 對嗎 對吧 很明顯 這個公視 他最後 出來的結果 肯定是跟什麼東西有關 B式定理 我們假設 這一段長度叫做A 這一段長度叫做B 根據三高定理 或者我們所謂的B式定理 來請問斜邊的長度是多少 這是A這是V啊 所以斜邊的長度是多少 根號的什麼東西 A平方 再加什麼 加V平方 對不對 這是沒有問題 好 然後 國中老師呢 通常他這個時候 就會來問我們的同學 來 請你看我這邊 來請你告訴我 這個是P點 這個是Q點 對不對 來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個點的坐標是誰 寫出點的坐標不會很難啊 這個點在P點的右邊 幾單位 A單位 所以你覺得這個點的坐標要怎麼寫 啊 什麼什麼 S1怎麼樣 加A 很好 然後 Y1 對不對 對吧 這是網右A單位啊 不是嗎 這個點的坐標是不是長這樣 對啊 然後我再問你喔 現在我讓這個點再往上 來請問Q點的坐標要怎麼寫 寫上去喔 S1 加A 然後呢 Y1怎麼樣 加B 很好 從這個地方你就發現喔 請問你 這個Q點的坐標是不是有兩種寫法 你可以寫S2 Y2 你也可以寫S1加A Y1加B 對不對 來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它寫成這種形態喔 來看這邊 S2是誰 S2叫做 S1加A Y2是誰 Y1加B 對吧 果聰老師應該是類似這樣的教法吧 對吧 好 那從這邊我們稍微整理一下喔 你告訴我 A是誰 欸 A是誰 S2-S1啊 來那請問你 V是誰 V是 Y2-Y1 OK 好 所以 我們國中數學喔 到這邊就得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式 PQ兩點的距離 來 這個公式國中就學過喔 PQ線段的長度 來你告訴我 外面一定有一個什麼東西 一定有一個根號喔 對不對 所以他外面有個根號 對吧 根號的什麼東西 A平方加B平方 對吧 然後再等於 根號 來 請你A是誰 欸我現在沒有到高中數學喔 這是國中數學 A是誰 S2-S1 所以A平方是誰 就是S2-S1的什麼東西 平方啊 對不對 阿B平方是誰 Y2-Y1的平方啊 欸這不就是我們頂頂大名的距離公式喔 來把這個公式寫上去啊 來把這個公式寫上去啊 國中數學就這樣教嘛 對吧 兩點的距離公式啊 座標相減 平方相加 再開根號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那個口訣都背的很熟 他的想法就是必是定理來的 欸你知道他有三個不流程嗎 座標相減 然後平方怎麼樣 相加 再開什麼號 根號 我要寫下來嗎 欸寫一下齁 我們這個數B 要講慢一點 這個大概你從國中就學過 來座標相減 然後再來是平方相加 然後再來是再開根號 這樣有沒有喚起你國中的回憶啊 給你30秒整理一下這邊好不好 對吧 對吧 國中數學啊 沒有問題喔 你要確保國中數學這一塊是OK的喔 所以國中數學他會考一個問題 比如說 我想想看喔 我隨便出個題目 來同學問你 如果P點座標叫做 1-2 然後Q點座標叫做 5-2.8 那請問你PQ線段的長度怎麼算 欸你告訴我 這是國中數學問題嗎 給你兩個點的座標 要你算兩點之間的距離啊 我們就套這個東西對不對 座標相減平方相加再開根號 來你就先寫一個根號碼 對不對 座標相減來 1-5或者5-1都沒有關係 因為反正他有平方嘛 差一個負號沒差 所以來1-5的平方 再加上這個是2-8的平方 對不對 座標相減平方相加再開根號 這樣兩點的距離就出來了 好 所以這算出來是多糖 這個是16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36 然後這個是36 所以這個算出來是根號多少 52欸 是不是這樣 欸這樣懂不懂 懂不懂 在座各位 國中數學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要進入高中數學囉 好 高中數學 現在我們這邊 我看看喔 來 我把這個切開 欸你在課本 找個空白的地方 幫我畫一個長方體 來 你幫我畫一個長方體 會畫嗎 你用平行動法去畫就好 OK 畫一個 看起來還可以的長方體喔 來,快點,我等你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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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啦,快 OK OK 來,你畫一個長方體出來喔 然後我現在做一個假設 這個長方體它的長寬高 來,這個叫做A 這個叫B 這個叫C 長寬高 叫ABC 這是個長方體 這樣可以嗎 然後它有八個點對不對 它有八個頂點 欸,這八個頂點給它一個名字好了 這叫A點 再來這個叫V C 然後再來是E F 來,G H OK 來,我等你喔 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喔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我要求 這個長方體的對角線 A,G線段的長度 要怎麼求 你知道A,G線段的長度在哪裡嗎? 長方體的對角線是誰? 就是這個A啊,這個G啊,對不對? 你就是,就是這個 欸 我們搬了那個 我們搬了那個 找一下 就這個東西啊,對不對? 長方體的對角線嘛,對不對? 就這個點跟這個點 有沒有 就這個點跟這個點 這個連起來 有看到嗎? 好,想像一下 A點跟G點 好的,這個長度 到底是多少 來,你把它連起來喔 A,G線段的長度 要怎麼算呢? 欸 A,G線段的長度要怎麼算? 快點 快點,給我一點想法 我們要怎麼算A,G線段的長度 首先 先做一件事情 把誰連起來? 把誰連起來? 把A,C連起來啊 對不對? 然後C,G也連起來 接下來我們就問同學一個問題 請問這一個三角形 A,C,G 這是一個什麼三角形? 三角形 對,它是個直角三角形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說我是看起來不像 那是因為我們從這個角度看過去不像 如果你在稍微角度再偏一點的話 你去看它的測試圖 來,我們先看它的測試圖 它的測試圖長什麼樣啊? 欸,這是直角三角形喔 它其實是長這樣 這樣 這是直角 這樣 這樣 然後這個是A 這個是C 這個是G 你可以接受嗎? 測試圖 其實這隻傢伙是個直角三角形 可不可以? 欸,這樣可以嗎? 這裡是直角喔 這裡是直角 可以喔 如果不行 你就想像一下吧 對不對? 這個東西丟 然後就是你知道的嗎? 這一個就是這個對不對? 然後A,C就是什麼? 這個裡面的這個對角線嗎? 所以你看這個是不是垂直 就你有看到嗎? 你就實際拿一個模型來轉一下 看一下那個感覺 這個是CG嗎? 對不對? 那下面這個是AC嗎? 對不對? 你看這是不是垂直 沒有錯 OK 那下一條球我問你喔 CG的長度是多少? 欸,我這個長方體長方高是ABC嗎? 這個CG的長度是誰? C啊 欸,可我不知道球AG的長度嗎? 所以我只要再知道一個長度就解決了 哪一個長度? AC對不對? 那怎麼知道AC的長度? 這時候要看什麼圖? 我們每次都只看這兩個圖 不是從旁邊看 就是從上面看嘛 從上面看那個叫什麼圖? 那叫俯視圖咩 由上往下看 請問你這個三角形ABC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三角形?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三角形? 我... 就是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你如果由上往下看 由上往下看 你想像你是一台空拍機嗎? 由上往下看 你是不是會看到這個三角形ABC 請問你這個三角形ABC 它是一個什麼三角形? 它也是個直角三角形啊 它長什麼樣子? 它長這樣咩? 這個是A 這是B 這是C 這是直角 知道嗎? 這個是直角喔 等你喔 慢慢教喔 我這邊都教得很慢喔 可不可以 其實你就看嘛 你如果這個不行 你就拿這個模型來看 你看你把這個模型翻起來 你看這個對角線 你把它連起來有沒有 你看 這是不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對啊 有看到嗎? 如果你說老師你這樣 我真的很難想像 有些人就比較沒有辦法 你就拿一個模型 然後你就看嘛 你看這個對角線有沒有 這個連起來 你看 這是不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欸沒有錯喔 對吧 好 這個AB長度是A 這個VC長度是多少? V 來 現在請問同學 這個AC長度是多少? 更號什麼東西? A平方 再加什麼? 再加V平方 漂亮喔 所以這個AC長度來 你可以寫上去了 它是更號的A平方 再加V平方 對吧? 那請問你喔 AG的長度 我們終於又找出來了 AG的長度怎麼算 再用一次B式定理 所以AG的長度叫做 更號的什麼東西? 更號的什麼東西? 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 對不對? 所以就是更號A平方 加V平方的平方 再加C的平方 對不對? 都不用背 好 所以你從這裡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AG的長度其實它是誰? 更號的什麼東西? A平方 加什麼? B平方 再加什麼? C的平方 漂亮喔 這個結果建議你把它記下來 長方體的對角線的長度 有一個公式 叫做更號的 A平方 A平方 加B平方 再加C平方 是不是這樣子? 欸懂嗎? 欸請問你跟這個地方有沒有一樣? 有啊 欸你看我這邊 你看我這邊 我們剛才這個地方 如果我把這裡連起來 你告訴我這是一個什麼型? 這是個長方形啊 長方形的對角線長度 在二維的空間裡面 它對角線的長度叫做 更號A平方 加B平方 對吧?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空間 它變成一個長方體對不對? 長方體 體的對角線的長度是 更號A平方加B平方 再加C平方 你有沒有發現它跟它長得很像? 他們基本上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只是它做了一個推廣而已 它來到三度空間 這樣聽到嗎? OK 好 我們今天的主角馬上要登場 好 你把這個圖再畫一次 畫在旁邊 來 我們再畫一個長方體 好 慢慢交喔 好 好 為什麼我覺得我畫的都有點醜醜 好 沒關係 要管答 跟剛才這個長方體 有一模一樣 長方高一樣是ABC A B C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P點的座標叫做 S1 Y1 Z1 那這個Q點的座標叫做 S2 Y2 Z2 好 我旁邊這裡有一個參考的座標軸 我給你看一下 好 這個是Z軸 來這是S軸 這Y軸 好等你 我把它畫上去 好 所以昨天那個比賽 我們班這樣算是贏了嗎 是 是嗎 所以 就是 我的理解如果沒有錯誤 就是上班就沒得玩了 沒有 還有 他們就沒有了 還有 他們還有 是 落入敗附 沒有 他們不是輸了嗎 他們沒有跟附近 他另外有9嗎 是三角形 三角形 三角形 就是C3取2是這樣嗎 C3取2 C3取2 不是兩對兩對打 還有三種組合的情況 太多 我說不是三班五班跟九班嗎 對 三班五班九班只有一班能夠出現嗎 對 所以就是 紅班對三班 那紅班也要對九班 對啊 啊九班也要對三班 對啊 C3取2不是三種情況嗎 對 就三種對戰情況 對 沒有問題吧 對 所以我們什麼時候要對九班呢 禮拜五 禮拜五 九班不知道有沒有很厲害 這個 有嗎 來 我們這裡 靠這邊 這邊 我現在要求這個PQ線段的長度 好囉 我先跟你講一件事情 空間中的兩個點 對不對 它是不是可以連成一個線段 然後 我現在想辦法去 造出一個 盒子 讓這個線段來當這個盒子的對角線 而且這個盒子呢 它的長寬高 要跟H軸、Y軸、Z軸平行 你覺得這件事情能不能辦到 一定可以辦得到 我再講一次喔 空間中兩個點 可以連成一個線段 對不對 我現在能不能造出一個盒子 讓這個盒子 它的對角線 它的體的對角線 就是剛才這個線段 而且這個盒子呢 因為事實上這個盒子 如果這個當作它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對角線的話 這個盒子好像 好像不是固定的嘛 就好像是這樣子嘛 來你看喔 這個我表演給你看 這個是P 這個是Q對不對 我問你 我們現在在這個三度空間裡面 P跟Q固定住 你覺得這個盒子有固定嗎 沒有 這盒子可以怎麼樣 可以轉嗎 是不是可以轉 對不對 你懂那個感覺嗎 對不對 就是你知道 就是它可以有一種這種 好像沒有被固定的感覺 但是我們一定可以 如果說希望它的長寬高 跟H軸 Y軸 Z軸平行的話 H軸跟這個平行 Y軸跟這個平行 Y軸跟這個平行 Z軸跟這個平行 那這樣的盒子 好像只會有一個對不對 對不對 就會被定住嘛 好 就這樣感覺就好 來 請問你 一根Q 這個線段的長度要怎麼算啊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A 仿照我們國中的做法 其實完全是一樣的 我要問第一個問題喔 來 請問同學 這個點的座標怎麼寫 這個點 這個P點叫S1 Y1 Z1 那請問這個點的座標怎麼寫 你應該要知道這個點座標怎麼寫 它是P點往哪個方向走了幾單位 它是P點往A軸的正向 A軸是管前後對不對 Y軸是管左右 Z軸是管上下 往前是正 往後是負 往右是正 往左是負 往上是正 往下是負 請問你P點走到這裡 它是往哪邊走 前後左右還是上下 前 往前走幾個單位 A一個單位 所以你告訴我這個點座標怎麼寫 你講出來我才知道你會不會 叫做S1怎麼樣 S1加A 然後呢 Y1 然後呢 Z1 對不對 沒有問題吧 寫點座標而已喔 再來這個點座標怎麼寫 這個點 是這個點往哪個方向走幾單位 是往哪個方向 往右走幾個單位 B 往右走 左右走是影響它的怎麼座標 Y座標 所以你往右走V一個單位 這個點座標怎麼寫 對 S1加A 然後呢 Y1加V 然後呢 Z1 可以嗎 好 然後最後 我再讓這個點再往上走 走到Q點這個位置 往上走 是一個單位 那請問你 這個點座標 它可以怎麼寫呢 你說出來啊 S1加A 再來呢 Y1加V 再來呢 Z1加C 很好 我們的手法 我們的手法跟國中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得到什麼 你告訴我 我們現在得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來 跟國中的講法一樣喔 S2是誰 S1加A 寫上去啊 S2是不是等於S1加A Y2是誰 Y2會等於Y1加V Z2會等於Z1加C 對吧 我們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從這邊就看得出來 A會等於多少 S2-S1 V呢 Y2-Y1 C呢 Z2-V1 哇 我們的公式就要推出來 這個連數V都可以做得到對不對 好 根據我們剛才那個圖形喔 他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這個長方體的對角線的長度 我們已經推出來了嘛 用兩次B式定理對不對 來 請問你 他的長相是什麼 根號什麼東西 A平方 加V平方 再加C平方 好 請問同學A是誰 看這邊 S2-S1 把它換掉 所以這邊就會寫成什麼 S2-S1 平方 加上V平方是誰 Y2-Y1 的平方 再加上 來 C平方是誰 Z2-Z1 來 Z2-Z1 的平方 哇 我們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東西喔 很清楚的跟同學講 講的非常的仔細 來 你把它寫上去 我這堂課的目的 就是要帶同學去 複習國中的數學 然後連結到高中的 這個很重要的公式 空間中給你兩個點 求兩點之間的距離 它的口訣跟國中完全一模一樣 來 你看喔 座標相減 平方相加 再開什麼號 再開根號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常說 空間的東西其實沒什麼了不起 它跟我們以前在平面學的東西 有87%像 它只是多一個什麼座標而已 你有沒有發現它只是多一個Z座標而已啊 對不對 前面的部分是不是都長得一模一樣 沒有錯喔 所以我們以前 學的東西 你只要再多個Z座標 好像就變成是空間的東西了 對吧 有沒有問題 看一下喔 可以嗎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裡應該是OK的 我們來做一下題目好不好 我看看 我們來做一題就好 來 請你翻到隔壁頁 我這裡講得很清楚喔 翻到隔壁頁 我先帶你們做水塘練習 來 請看到30頁 Page 30 我們等一下有考試對不對 有喔 這個簡單考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水塘練習 這個水塘練習給他 兩個讚 我帶你做 他說空間中有三個點 來 A點坐標叫做誰 236 B點坐標 2-1 5 0 C點坐標 4-3 3 他說這三個點喔 會形成一個三角形 他要你求這三個邊的邊長 三角形的三邊長 並且說明這個三角形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你要求三邊長 那就是很簡單嘛 來 我們先來算AV線端的長度 空間中2點的距離公式啊 跟國中的長得很像 多個Z坐標而已 來 我們要不要把口決定一次 坐標怎麼樣 坐標相減 平方相加 再開什麼號 更號 所以來 這邊我個人是習慣先寫一個更號 來 坐標相減 2減多少 負1 好 寫一下好了 2 減 負1 平方 加上 3減5 平方 再加上 6減0 平方 然後最後確認一下 坐標相減有沒有減錯 沒有 平方相加再開更號 水喔 不要算錯就好了 來 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算這個有點無聊啊 但是你要會算啊 這個是3嘛 3的平方是9 3減5是負2 負2的平方是多少 4 6的平方 36 所以請問同學 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36加4不是40嗎 49 49可以更號是多少 7啊 VV線段長度是7對不對 就長那樣 來 那我們接下來算什麼東西 VC線段長度啊 開更號 來 坐標相減 平方相減 平方相加再開更號 對不對 這國中我們就一直在做啊 只是到高中我們變成多個地中 坐標而已 負1減4是負5 負5的平方 25 5加3是8 8的平方 64 0減3負3的平方 9 來 問盧思映好了 這個算出來是更號多少 98 多少 6 7 8 98 好 更號98開出來是多少 7 很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對不對 就很清楚 再來我們好像還要再算一個什麼長度 AC線段的長度 對不對 這很單調對不對 有點無聊是吧 來 開更號 座標相減2減4 平方 再來 3減負3 就是3加3 平方 再來6減3 平方 你看 座標相減平方相加再開更號 這就是距離公式啊 來 更號一下 我們看看這個算出來多少 2減4負2 負2平方 4 3加3 6的平方 36 來 這個是 3的平方 9 所以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更號 49 所以是多少 7 來 請你告訴我 3邊長 3邊長有沒有都算出來 有 然後請問你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三角形 第一個 它是等腰三角形 為什麼 你的 如果考試喔 你們現在考試是有非選題喔 就是你要寫過程 你要怎麼說它是等腰三角形 因為怎麼樣 ab 對 因為ab 線段的長度 等於什麼東西 ac 線段的長度 對吧 所以 三角形 abc 算了 不要分開寫 來 這個長度是一樣嘛 然後又 來 又怎麼樣 它又滿足什麼定理 1比1比更號2啊 這個滿足什麼定理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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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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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你應該已經把我這一名份的運動量用完了 真的真的好辛苦 最後禮拜我還要上嗎 還要上 我會不會遇到什麼 我昨天發現一個秘訣 因為那個球很大顆 所以你如果看到球 而且兩顆球同時在場上丟對不對 就是有一種 那個球很大顆 他只要插到你就出界對不對 我覺得我看昨天常常看那個洪勳秀對不對 洪勳秀在哪裡 對 他就是 他完全不會去畏懼那個球 他就是面對那個人 你打我你丟我對不對 丟過來他就用力的把他抱住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 尤其是對方如果不是那種 會很大力的 他只是把球丟過來 你不要逃 你就面對他把手張開 然後把球抱住 這樣就沒事了 你不覺得嗎 你反而在那邊逃竄的時候 不小心被人家插到那個球 然後你就出界 然後就這樣 我覺得禮拜五我要改變我的策略 就是他拿球說我就要站到他面前 我就要站到他面前說 欸來啊來啊來來 給你打給你打這樣 對對對 但要看前面是誰啊 如果是那種比較那個的就 就算了 欸當會不會 都會嗎 你敢打我就打他 欸 就是你 打開 欸 來我們現在給同學做一個題目喔 你翻到課本37頁 欸37頁 然後明天再繼續教喔 來翻到課本37 我們現在要同學來寫第二題 第二題我們現在先把它做完 等一下再來考試喔 來37第二題 這一題給他一個讚就好 他說什麼 空間中有一個點 來這個點叫做誰呢 叫做5 倒點-4 倒點-3 關鍵在後面那句話 他說這個點在x軸上的投影點 在x軸 的投影點 叫做Q 對吧 然後他問一個問題 他要求PQ 線段的長度 好我現在問我們班同學喔 這個題目最難在哪裡 這個題目最難應該不是算這個長度 因為這個長度只要帶公式就可以 所以這個題目最難應該是什麼地方 Q點的座標 到底要怎麼寫呢 請問你5-43 在x軸上的投影點是誰 你知道嗎 這個我覺得有些同學不太懂 但是我在想 有沒有什麼道具喔 每次我覺得我們需要道具來說明這個東西 它的圖是這樣嗎 你看到這邊喔 這個是 這是x軸對不對 這是y軸 這是z軸 然後這裡有個p點 請問你p點在x軸上的投影點 到底是這個點叫Q點對不對 來你告訴我這個Q點的座標要 要怎麼找呢 A 怎麼找怎麼找 投影 我一下想看喔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講法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講法 我覺得你們這裡好像不太能理解 我覺得我再畫一次這個圖好了 假設這個p點在這邊 同學你看到這邊喔 這個當然這個p點現在它不是在第一掛線 在其他掛線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請問你p點在一軸上的投影點 你知道是在哪裡嗎 在這裡喔 這個是q點 你知道你聽到嗎 這是q點 這個道具要怎麼形容 這個是x軸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 這要怎麼講 你知道的 它就是這樣 你懂我意思嗎 這是x軸 然後這個是p點 p點在x軸上的投影點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q點 這個p點會落在這個前面有沒有 這個叫前面後面左邊右邊上面下面 p點是不是落在這個前面 那這個前面就好像 用那個哆啦A夢道具來講 就是那個竹蜻蜓的FU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那個桿子嘛 然後這是它的兩個葉片 然後這樣轉對不對 是不是就一個平面 對不對 你懂嗎 這個是不是垂直 這個是不是垂直 所以請問你 pq跟x軸有沒有垂直 有沒有啦 你想一下 看我都這麼認真了 你有看到嗎 有沒有 pq跟x軸有沒有垂直 有 所以請問你 投影誰就會怎麼樣 就會寫誰 在x軸上的投影點叫做 500 聽懂嗎 投影誰就會寫誰 你在x軸上的投影點 就叫做500 因為x軸上嘛 你的y軸跟z軸都是0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需要再想一下 好不好 那你想吧 你有這個點跟這個點 你要算這個長度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啊 pq的長度 我算給你看喔 座標相減 來 5減5 再來是-4減0 平方 然後再來是3減0 平方 所以這個算出來是根號多少 25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5 這樣有聽懂嗎 這樣有聽懂嗎 就這樣子 好不好 好 可不可以 欸 投影誰就寫誰 這個你要發揮想像力啊 投影點知道嗎 就是從p點往x軸做一個垂線 他的垂足就是這個q點 垂線 那你當然說老師 做垂線為什麼垂足會是q點 你就想像哆啦A夢那個道具嘛 你想想看 這個跟這個對不對 是不是都跟x軸垂直 然後你把它轉一下對不對 對他們張開的那個平面有沒有 張開的那個平面 啊這個pq是不是就在這個平面上 沒有錯 所以這個pq跟x軸是垂直的 你懂那感覺嗎 這樣教我覺得 你要仔細的去想一下喔 好那就先這樣吧 好謝謝各位同學來我們宣解 好